这是夫妻俩的第一次新婚纪念日 男人送上一个不能明说的礼物 准备培养一下夫妻激情 并热切地希望老婆能试一试 可是在这个家里 还有他们的两个孩子 所以做这种事情很不方便 于是为了重燃夫妻之间的感情 他们制定了一个周密的角色扮演计划 用全新的身份去酒吧来一次互不相识的搭讪 为了配合丈夫大卫 爱马盛装打扮来到了约定的酒吧 可是左等右等 却始终不见丈夫的影子 而此时的大卫正被堵在隧道里面 没有一点信号 甚至连消息都发不出来 就在这时 一个穿着绅士的白头发男人找到了爱马 他自称为鲍勃 对爱马很是好奇 而等到大卫终于停好车管 就看到自己的老婆正在被鲍勃搭讪 不过为了重燃夫妻之间的感情 大卫并没有爆发 反而装作不认识 从他们二人之前经过 后来在鲍勃离开后 大卫和爱马强撑着那股别扭 尽量不让自己笑场地来扮演这次欧语 按照习惯 大卫请爱马喝了一杯最喜欢的鸡尾酒 而这时 鲍勃却宣誓主权地说着爱马的酒 可以寄在自己的账上 甚至开放地提出 如果三个人一起他也不介意 看着自己的加入 让他们有明显的拘谨 鲍勃留下了自己的房间号 然后一步三回头地离开 晚上 微信的大卫跟着爱马来到房间 他心情激动 小眼睛不断地想着 妻子会给自己什么样的惊喜 而此时爱马却在房间里面 看着手机上的倒计时 等到他出来 倒计时也归零 而他的丈夫大卫 也已经陷入深沉的睡眠 爱马留下一张自己出去一趟的纸条 然后敲响了那鲍勃的房门 此时 他的手机上依旧有着一个倒计时 而他们二人可不是为了露水情缘 是爱马的身份被鲍勃识破 原来 这个老家伙和爱马同属于一个杀手组织 可是意外和大卫坠入爱河的 他不想再做杀手 他为了家庭 为了大卫 为了两个孩子 决定辞去杀手的工作 于是爱马选择背叛了组织 为了深爱的家人 不惜陷入无穷的追杀 而鲍勃却希望爱马能和自己合作 不然的话 他就会把爱马的身份告诉所有人 看着势在必得的鲍勃 爱马看了一下手机上的倒计时 这个倒计是代表着鲍勃的生命 因为在酒吧喝酒时 爱马就趁着他不注意 下了一滴毒药 时间归零 毒药发作 鲍勃全身麻痹昏死了过去 而这时苏醒的大卫看到妻子不在 就打电话过来寻找 接通电话的爱马顺着镜子 看到了站起来的鲍勃 于是立刻躲避 找个借口挂断电话后 把已经中毒实力大减的鲍勃 一脑袋按在茶几上 送走了鲍勃 爱马就回到房间 而第二天随着鲍勃被杀的消息 被媒体报道 大卫和爱马也成了警方排查的重要嫌疑人 因为他们二人昨晚和鲍勃在酒吧交谈 不小心被摄像头拍到 察觉到事情不妙的爱马 立刻借口出差 乘上了飞往德国的飞机 至于大卫 在这段期间一直联系不上爱马 甚至连之前爱马告诉他的航班 都没有自己老婆的信息 这下大卫慌了 而此时 FBI已经找上了他 根据监控录像 他们推断死者鲍勃和大卫 与爱马的交谈并不愉快 同时更让人怀疑的 是那天他们为什么会用假名字出现在酒吧 虽然很干大 但是为了自由 大卫还是说出了二人想要玩角色扮演的事情 不过警察并不相信 同时拿出了爱马结婚时 所用信息的真正主人 这个人已经在八年前去世了 现在和大卫一起生活的女人 正是盗用的死者信息 同时 根据警方调查 在上个礼拜的另一座机场 拍到了爱马的影像 而巧合的是 在他出发的前四个小时 当地工会的领袖 就莫名其妙地被人暗杀了 当地参加活动的人经过确认 认定有和爱马体型相似的人出现在当场 于是他们推测爱马 很有可能就是杀手组织的人 而昨晚的死者鲍博 同样身份也不简单 是和爱马隶属于同一个杀手组织 不过这个鲍博死得其所 根据调查 他身上最起码背负着上百条的人命 至于爱马和大卫所说的 要去处理一些公司上的事 实则是去联系了暗网上的商人 多重证据下 爱马已经被警察全球通缉 大卫不敢相信 他甚至苦笑着说 这一切都不是真的 不过回应他的是 FBI警察严肃的目光 被列为重要线索的他回到家 在妻子从来不让自己进入的房间里面 翻找到了好多护照和身份信息 甚至在仓库里还有一个狙击步枪 此时的爱马 已经找到了在德国的黑市商人 并购买了一整套全新的身份 打算带着大卫和孩子们去加拿大生活 远离组织的把控 可是刚拿到这些 敏锐的杀手直觉让他发现 自己竟然被跟踪了 在丰富的杀手经验下 他首选来到了鱼龙混杂的夜店 并以奇人之道还至奇人之身 在狭小闭塞的通道里面 爱马施展灵巧的身法 躲过了那杀手数次的电击 最后一个巧妙的夺取 卸下了杀手手里的武器 用电棍电晕了围堵的杀手 而他低估了杀手组织 牺牲自身抓他回去的决心 只见爱马刚走出酒吧 不远处一个装作买东西的女杀手 立刻动身 死死咬着爱马 一路追到了地铁站身处 可是在杀手进入地铁站后 就失去了爱马的踪迹 此时 爱马神兵天将 用购物时送的塑料袋 直接裹住杀手的头颅 窒息之下 这个小喽啰被爱马 用塑料袋瞬间制服 那些跟踪而来的杀手 知道自己没有办法 把爱马全虚全倚地带回去 于是就打算开枪重伤他 再回去复命 枪铃弹雨中 那暗网商人开车接应爱马 最后在商人的掩护下 他成功脱身 只不过这个黑市商人 却因腹部重担 当场死亡 后来 爱马就接到了丈夫大卫打来的电话 面对着爱人的质问 爱马承认了自己的身份 同时 大卫才知道自己的老婆 现在已经到了千里之外的柏林 面对真爱 大卫丝毫不介意他杀手的身份 坚持着要见爱马一面 最好当面谈一谈 当天 他就坐上了去往柏林的飞机 而在机场 等候他的是一个举着牌子的陌生男人 在男人的带路下 大卫被带到了一家酒吧 在这里他见到了久违的妻子爱马 只不过这一次不需要角色扮演 他们都觉得彼此好陌生 爱马无奈地承认了自己杀手的身份 之后便相顾无言 大卫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但是大卫的出现 却是给爱马这个杀手之神 增添了软肋和累赘 为了顾及大卫的性命 爱马面对杀手组织派来的人员 不得不乖乖束手就擒 等到第二天 他惊诧地发现 组织已经把自己的两个孩子接了拐 首领很欣赏爱马 认为他是自己手下最杰出的杀手 不应该早早就隐退江湖 这样会浪费他的才能 于是 组织以爱马的两个孩子和大卫的性命做要挟 如果想要孩子 那大卫就不能活着 如果想要大卫 那就付出两个孩子的生命 于是 爱马被逼无奈地同意了首领的要求 亲手杀死自己的老公 以此来向组织递交投名状 并再次为他们工作 而爱马在一旁狙击手八倍镜的监视下 带着大卫走到了小树林 毫不知情的男人就这样被爱马一枪击中了父母 倒地不起 组织为了彻底砍掉爱马的软肋 做的工作可以说是细致又细 即便大卫倒地不起 组织依旧安排了艳势人来确认大卫的死亡 对此 爱马表示你的担心是对的 原来 他从一开始就没有想过再继续干杀手 自然也不会杀了自己的老公 从走进小树林开始 他就把一切都告诉了男人 让他乖乖躺下 自己这一枪会避开所有的重要脏器 只要大卫乖乖配合了 就不会有生命危险 那专门负责清理尸体的清洁工刚来到大卫的尸体旁 爱马就发现这里是狙击手的视野盲区 立刻流离地拔掉对方背后的手枪 对着清道夫的后脑就是一枪 同样的做法 他绕到了狙击手的身后 以利落的手段击毙了这个神枪手 解决了所有潜藏的危险 爱马立刻回来关心自己丈夫的生命安全 并为他松开了手上的束缚 夫妻俩一路向着组织的所在地突进 路上的守卫都被爱马一个一个地除掉 再来到别墅后 根据爱马的安排 大卫绕到别墅后面 去确认孩子的位置 而爱马则正面突击 一枪直接击穿了别墅内的女保镖 要不是他穿着防弹衣 早就一命归西了 可是即便身边人中枪 那首领居然还不舍得放弃爱马 下令让杀手们一定要留下活口 殊不知正是这个决定 让首领手下所有的杀手 都死在爱马手中 甚至就连他自己的命 也被爱马一枪收割 在小树林中孤身一人的首领飞速逃窜 爱马在后面紧追不舍 最终 二人展开贴身肉搏 这一路奔跑 甚至能够带出道道残疑 最终 首领的体力和技巧 还是敌不过爱马这个金牌杀手 他一手创建起来的杀手地步 也被爱马一手覆灭 疲惫的女人解决完首领 来到别墅寻找家人的踪迹 看到大卫和孩子们相安无事 甚至年幼的孩子们 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保持着一脸的天真 爱马心里的石头落地 就这样 他们重新回到纽约 开启了不会被追杀的幸福生活 2023最新枪战片 绝望海峡 震撼上映 全程高燃枪战不断 让我们一起进入正天 杰米从梦境中醒来 第一时间抱起女儿逗她开心 保姆很快就来到杰米家中 她匆匆交代阿姨 说自己晚上就会回来 紧接着背上背包出了门 杰米登上一辆货车 车上竟然载满了武装人员 他们都是退役的海军陆战队士兵 杰米对面坐着的是她的哥哥米克 他们计划去抢劫银行 他们一起全副武装冲进银行 很快就控制了现场人员 他们找到银行经理 逼问出保险柜密码 杰米几人闯进金库 拿出背包往里疯狂装钱 一切原本进行得十分顺利 众人按照计划路线从后门撤离 那里会有车接应他们 不料他们似乎被人走漏了风声 竟然早有特警埋伏在此 大胡子劫匪被当场射杀 双方立刻爆发了激烈的枪战 火力也都异常凶猛 杰米几人用汽车做掩体 打得特警在南上前 作为退役士兵他们的枪法准确 装备精良 一时间竟隐隐压制了特警 杰米招呼米克撤退 但米克却一点没有停下 随着时间的推移 战斗进入白热化 特警也等来了支援 局势逐渐发生了逆转 杰米这边也开始出现了伤亡 见此情形司机也提枪下车 却直接被打死在车边 杰米发现警方正在对他们展开包围 立刻就安排起了撤离路线 撤退十一名匪徒不慎重担 来不及多想 杰米立马让米克掩护自己 而他则拖着伤员 穿过篱笆来到街上 杰米直接抢走路边的车 接应出米克后开始逃窜 警车很快就赶了上来 但米克将身子探出窗外 对着警车就是一顿扫射 甩掉警车后 杰米来到预定的撤离点更换车辆 米克在一旁为他保驾护航 他们驾车穿过城市 杰米把车开到郊外 紧急给黄毛绑上绷带 同时再次换掉汽车 还点燃了前一辆车 此时全国都在播报相关新闻 两人只能先拿着钱 把黄毛带到了秘密据点 下一秒米克一拳打倒了比尔 他怀疑就是比尔泄漏的消息 比尔拼命解释自己没有出卖他们 但几个小时前 与他们合作的黑客斯莫斯被逮捕 可能是他出卖了大家 原来银行有一个监控系统 在抢劫时 想不出发警报就只能依靠黑客 于是斯莫斯制作了两块特制地板 并在其中安装了屏蔽器 没想到在计划前一天 斯莫斯因为嫖娼被逮捕 为了脱罪 他直接就供出了特制地板的事 好在斯莫斯并不认识兄弟俩 想来只认一个人还需要一段时间 他们还得把钱洗干净 但负责消赃的比尔却说 这是闹得太大 只能找黑帮老大黑哥消赃 但这笔钱根本是个烫手山芋 黑哥就算同意帮忙 也需要抽至少70%的提成 与此同时 由于这件案子的恶劣影响 警方已经封锁了整座城市 并且请来了FBI探员老黑 他先是对工作人员问话 但意料之中的毫无线索 老黑对于劫匪选择的时间感到奇怪 因为每周四这里的银行总行 都会有一大笔现金流出 并且在分行周转 这周总行正好在这家分行集中 共计存放了1000万美元 劫匪可能是盯着这特殊日子动的手 于是他赶回警局提审斯莫斯 斯莫斯原本怕惹麻烦 根本不愿供出劫米二人 但黑哥很快就打破了他的心理防线 斯莫斯像盗豆子一样 说出了杰米兄弟俩的特征 通过他的描述 老黑手下灵光一闪响到对应的人 他带来照片给斯莫斯指认 很快锁定了杰米哥俩 兄弟俩都曾服役于海军陆战队 几年前两人因街头斗殴被带过 但由于米克担起了权责 因此被判七年监禁 杰米则是没受到任何惩罚 另一边杰米的妻子波尔也赶了过来 没想到他就是银行的职员 波尔指责米克不计后果 波尔激怒了哥哥赶紧带着波尔来到门外 波尔不停哭诉 告诉杰米FBI已经盯上了他们 但事情已经发生 现在也只能想办法去解决 杰米不希望波尔跟他蹚这趟浑水 于是让他先回去照顾女儿 但波尔不肯 就在这时黄毛的伤情愈加严重 他们必须尽快带黄毛治疗 有波尔做司机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于是三人立刻上路 但他们警觉地意识到 警方一定监控了所有医院和诊所 因此杰米只能把黄毛带去战友家治疗 战友本却表示伤情严重他帮不了 这种伤势必须去医院处理 直到米克动用了超能力 战友终于硬着头皮接了下来 这时杰米接到电话 是黑哥弟弟小黑带人来交易了 波尔本想跟着却被杰米制止 到了交易地点 米克才知道抽成药这么高 他没忍住骂了一句 很快就被小黑反唇相击 杰米疯狂劝假 他努力劝说米克大事化小 但米克却心里不服 他知道小黑哥俩明显是在趁火打劫 越想心里越起 于是和弟弟发出了暗号 紧接着迅速拔枪干掉面前几人 杰米立刻跟上 只见他拿出小冲一顿秃秃 但还是不小心放走了一个人 杰米不想再声势端 波尔也适时地把车开了过来 杰米赶紧招呼米克一起上了车 而逃跑的小弟跑过了一条街 在第一时间通知黑哥 黑哥立刻让手下把他们带回来 米克两人回到比尔家 此时黄毛也恢复不少 正在比尔家等着他们 杰米此时终于无法忍受米克 他责怪米克自作主张 先是害三个兄弟丢了命 又让他们得罪了黑哥 但米克却提到了杰米的孩子 他说不是因为杰米孩子要钱治疗 他们也不至于去抢银行 两人很快打成了一团 此时一群小弟冲了进来 直接打死比尔又把杰米打晕 等杰米醒来时发现 黄毛波尔还有米克都被绑了 面对近来追责的黑哥 米克打算一人担下所有责任 但黑哥并不打算放过他们 他和弟弟自小相依为命 以为成为地区黑老大就能护住弟弟 没想到却被他们杀死 他要这俩兄弟也体验到他的痛苦 黑哥为他们准备了一池子的硫酸 打算慢慢折磨他们来为弟弟报仇 黑哥拿黄毛开刀 随着硫酸的倾倒 黄毛不断发出吓人的惨叫声 直到面目全非 同时黑哥告诉杰米 等他死了他就要让所有人玩弄波尔 说完就提着硫酸缓步走向杰米 即使波尔不停求饶也无济于事 关键时刻米尔飞起一脚踹倒黑哥 尼克也挣脱了束缚 抢过身边小弟手中的枪 先帮杰米摆脱了束缚 兄弟俩配合默契 很快就摆平了所有人 尼克此时上前 给奄奄一息的黑哥补了一枪 两人抓起前代一路杀出了仓库 边突突边来到了大街上 此时警方已经向他们的位置带来 尼克像是预感到一般 他命令杰米带着波尔往另一边跑 但不凑巧 没跑两步两人就遇上了警察封路 杰米举枪就要射击 但在波尔的不停劝说下 他慢慢放下了枪 警察一边向总部汇报情况 一边让杰米跪在地上双手抱头 老黑也立刻往这里赶来 就在这时米克突然冒了出来 几枪干掉所有警员 米克拿走杰米身上的黑钱 还把所有干净的钱都给了杰米 他告诉杰米自己爱他 然后就朝着街对面跑去 对着老黑的车子就是一缩子弹 打完扭头就跑 警察们立刻汽车追赶米克 波尔则是带着杰米混入人群 杰米留恋的看向哥哥的方向 兄弟俩对视一眼 但最终在波尔的催促下慢慢离开 米克在路边与一对警力周旋 直接引走了所有警察 警方火力凶猛 米克有些招架不住 只能不停往后边打边退 最终还是被困在车后动弹不得 于是米克孤注一掷 转身冲进一栋居民楼领 不知道跑过多少房子 翻过多少围栏 却依旧无法甩掉老黑 米克终于是到了穷途末路 只能最后与老黑互舍 可随着米克的子弹全部打光 于是下一秒他就被子弹击中 他只能拔出了手枪继续射击 转身就向身后小胡同跑去 他费尽全身力气地翻过围栏 但他已经是佛祖手里的猴子 被警方团团围住 米克依靠复杂的地形 挟持了一名警员与其他人对峙 最后还是老黑从侧面射出一枪 才彻底制服了米克 战斗结束老黑询问杰米的去向 米克却说杰米已经死了 说完就咽了气 老黑从米克身上找回了所有赃款 另一边杰米跟波尔乘末班车回家 两人互诉中长后稳到了一起 杰米提前下了车 他要自己出去避避风头 而老黑那边仔细检查了黑哥据点 他们在硫酸池发现了杰米的项链 通过人数他们判断 杰米应该确实是死了 不久之后老黑找到杰米家中 他是来调查波尔与抢劫案的关联的 可当他们进门看到孩子的瞬间 老黑不由的心软了 他知道孩子患有严重的先天心脏病 但近期得到几笔巨额捐助 已经恢复了健康 波尔对此也回答得滴水不漏 老黑不由自主地与波尔聊起孩子 他也有自己的女儿 但由于自己忙于工作 与女儿的关系日渐疏远 波尔却告诉他 孩子最需要父亲的陪伴 听到这里黑哥终于下定决心 他判断波尔一家不会再威胁社会 钱也都追了回来 那就没必要将他赶尽杀绝 所有事情都可以在此结束了 影片的最后 波尔带着女儿前往杰米藏身的小岛 杰米幸福地看着健康的女儿 搂着妻子在海边说情话 一家人就此幸福快乐地生活在一起 国安局押送一位叫做阿明的重要囚犯离开 他在洛杉矶被捕 和恐怖分子策划参与了码头的炸弹制作 不料中途车队遭到攻击 城市混斗一触即发 中情局出色警员被子弹袭击 一个个倒下 只能在枪声中继续护送证人 车又在路上碰了钉子 美国海报队队长哈瑞斯不顾众人阻拦 在双方交火时贸然下车 贤熟找到附近掩体 然后趁机射杀武装恐怖分子 小队腹背受敌 哈瑞斯手下一位女队员在掩护时重弹 腹部流血不止 急需医疗救助 同时用小刀挖出子弹 在女队员痛苦的嘶吼中简单包扎 不仅如此他们还要躲避敌人 车窗上全是弹孔的痕迹 要不是这一辆车经过改装 只怕早就被打爆了 情况十分危急 女队员亦是模糊 同时一边鼓励他保持清醒 一边按压他的心脏 敌人的数量实在太多 哈瑞斯被迫停车 联系上级请求支援 几人被困在车上 昏暗的街道里出现武装分子的身影 他们拿起锤子 想要强行打碎防弹玻璃窗 哈瑞斯准备好了一架AK47 在车窗碎掉的瞬间迅速射击 从包围圈中闯出一条生路 开车的警员也很给力 顶着一群人直接倒退到了车库 哈瑞斯拉着犯人阿明一路奔跑 阿明要求解开他的手铐 必须及时赶回机场 否则所有人都会没命 哈瑞斯对这种情况非常烦躁 武装分子使用的军用屏蔽信号 让这一片的手机都失灵了 他们顺着楼梯继续逃亡 哈瑞斯断后 扛起枪打晕了追过来的一个敌人 带着阿明几人在这栋建筑物里逃亡 信号里面像迷宫一样复杂 连武装分子都差点给绕晕 哈瑞斯好几次和追捕人员擦肩而过 趁他们不注意 从背后蒙住脸偷袭 居然又解决了一拨人 这时躲在角落里的阿明和妻子被发现 武装分子就要大喊 阿明连忙求饶 表明自己会乖乖听话 只要别伤害他的妻子 武装分子要抓他们两人回去赴命 哈瑞斯突然从旁边闯出来 和敌人搏斗了起来 武装分子掏出了刀 哈瑞斯伸手脚剑 大力抓住刀柄 最后一刀捅进了敌人的大动脉 他顺手捡起对方的通讯设备 里面有阿明的信息 哈瑞斯不解 为什么这群人要留阿明的活口 他必问阿明说出真相 交代爆炸地点 阿明咬紧了牙关不可能说 因为他知道 炸弹地点是他手里唯一的筹码 只有哈瑞斯将他安全送到法庭 他才能说出真相 哈瑞斯非常无奈 却也只能继续保护这个人渣 他解开了阿明的手铐 警告他不要偷跑 否则死了没人负责 哈瑞斯包下敌人的防弹衣给阿明套上 这让阿明有些不满 提议给妻子穿上 哈瑞斯没同意 对于他来说 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保护阿明这个证人 他让这两人蹲在角落里 等他探查回来后再走 妻子找到了一件新的防弹衣 他们来到建筑物的高层 发现底下全是武装恐怖分子 此时机场的总负责人已经被控制 还有90分钟 总统就要上台讲话 而炸弹就在附近 阿明却迟迟没有出现 哈瑞斯带着两人在楼道里休息 妻子怀孕七个月了 体力不支 过度袭击让他感到疲惫 他主动劝说阿明自首 犹豫之下 阿明才说了一句不知道 原来他早就意识到了 自己被警方监控了 于是临时变更了计划 还没来得及和街头人传递消息 就被哈瑞斯他们逮捕了 现在他根本就不知道 外面究竟是哪一方人要他的命 哈瑞斯凭借直觉 一针见血让阿明说出街头人的名字 阿明摇头 他和上级所有的联系 在电子终端 只听得到对方的声音 根本就不了解是谁 正好在这时 机场的人员注意到了没有监控的楼梯 派遣了一拨人搜寻 哈瑞斯就躲在幕后策划者的下面 也许是灯下黑 他们居然没有发现哈瑞斯 甚至还有一个傻头傻脑的武装分子 站在哈瑞斯面前 连话都说不出来就被刀了 几人弯腰躲避着敌人 哈瑞斯发现每条通道都有人 暗暗骂了一声 于是拿着枪突然冒出了头 冲楼到上方的机务人员射击 双方迅速交火 一路逃到了仓库 哈瑞斯躲弹换弹一气合成 在狭窄的走道里火力掩护 阿明和妻子用货车当盾牌 继续逃跑 哈瑞斯深呼吸两声 从腰间掏出手榴弹 数着秒往后一扔 瞬间炸伤一片 趁对方还没反应过来 拿着枪就踹倒两个人 然后一边射击一边往后撤 有个恐怖分子来到了阿明面前 在阿明的惊恐声中 被他用手枪解决掉了 阿明还没从杀人的后怕中缓过来 越来越多的敌人又追了上来 庆幸的是 钟情局的支援终于在此时赶到 哈瑞斯尚未总算见到了长官 能够得到一会休息的时间 他还在劝说阿明 把炸弹的地点交代出来 就算是不为自己着想 也要考虑一下妻子和肚子里的孩子 哈瑞斯向阿明保证 只要说出来 他一定会护他妻子周全 阿明十分纠结 他望向妻子 没想到这位孕妇居然当起了临时医务人员 他正好是急救科的医生 拯救过很多人的生命 唯独猜不到丈夫竟然被刺自己 暗地里干了违法犯罪的事情 妻子穿梭在钟情局受伤的警察中间 帮他们检查伤情并且伤养 阿明看到这一幕 终于流下了悔恨的泪水 但为了妻子的安全 他还是得继续保密 哈瑞斯在战斗过程中 偷偷将对方的设备带了回来 发现敌人隶属于费法克斯的一家私人军事公司 老板卡特以前也是海报队的队员 目前负责供给中东武器 和美国情报局也有关系 哈瑞斯至今还没弄清楚对方的目的 这时阿明忽然愣住 指着钟情局一位叫做洛马斯的队员 说自己认出了他的声音 正是美洲和自己打电话的街头人 哈瑞斯瞬间警惕了起来 他一直都怀疑内部有内部 否则不会他们刚逮捕阿明 后脚就被恐怖分子们袭击了 洛马斯被要求交出武器 双手抱头 他失口否认 但阿明一口仰定 街头人一定是他 口音完全一模一样 而且就是洛马斯安排他 把炸弹布置在机场 哈瑞斯非常疑惑 炸弹不是应该被布置在总统附近吗 怎么又到了机场 不过哈瑞斯来不及问 敌人的子弹先打了过来 几人抱头逃窜 在后机室里剧烈交火 钟情局的警察纷纷倒下 阿明偷偷摸到了妻子的位置 想要带着他趁乱逃跑 不料正好被从后面包抄的恐怖分子抓住 他们威胁阿明 要是不乖乖配合 就一枪杀了妻子 哈瑞斯也注意到了这边的情况 和领头的恐怖分子展开肉搏 哈瑞斯之前的体力被消耗了大半 很快不敌 被头领推下了楼 他正要补枪 一个机场的空姐突然朝他的脑袋开枪 可惜没打中 反而被恐怖分子反杀爆头 手下把哈瑞斯的上级马歇尔活捉 马歇尔认出 这些恐怖分子的真实身份 其实是军队的人 只可惜他们背叛了国家 话音刚落 马歇尔也重大而亡 开枪的正是刚刚被阿明指控的洛马斯 他和哈瑞斯时马歇尔的左膀右臂 马歇尔到死才知道 内鬼正是洛马斯 他们要阻止总统在国会的演讲 炸了华盛顿让美国内乱 然后趁乱获取高层的生物指纹 解开国家防御机制从中牟利 现在关键就在阿明 只要他指认出机场的炸弹 这一切就可以顺利进行 头领将阿明绑在椅子上 一刀扎进他的四肢 阿明惊恐求饶 根本没有任何作用 洛马斯于是提议 把他的妻子带过来严行拷问 而另一边 逃走的哈瑞斯蹲守在走廊暗处 杀了护送妻子的几个恐怖分子 国斗中拿刀捅了他们十几下 妻子看着尸体害怕极了 想要逃跑 哈瑞斯努力安抚他的情绪 这一切和阿明息息相关 如果让敌人成功 不止阿明 他和肚子里的孩子都会被炸死 妻子稍微冷静后 点头答应帮忙 哈瑞斯换上押送人员的衣服 将妻子带到了阿明所在的房间 阿明被折磨得生不如死 洛马斯拿枪指着妻子肚子 反复逼问阿明 在巨大的压力下 阿明还是没顶住 说出了炸弹箱子的序列号 洛马斯松开了绳子 又拿出一张纸 让他独认罪书 证明炸弹的始作俑者就是自己 是为了死去的儿子报复社会 阿明非常害怕 被洛马斯威胁着哭着读出了所有内容 他还用手机全部录了下来 妻子伤心地看着这一切 洛马斯得到想要的东西后 无情地朝阿明开枪 扭头就走 妻子扑上前捂住阿明的胸口 血却根本止不住 只能眼睁睁看着阿明死亡 哈瑞斯终于找到了机会动手 徒手杀了留下的恐怖分子 小心翼翼维持自己的伪装 跟着上了电车 头领路过哈瑞斯 察觉到了人数不对 一把掀开哈瑞斯的帽子 让他滚蛋 哈瑞斯手里的机关枪突突杀了其他人 子弹打光 只能和头领用小刀搏斗 两人在电车上打得有来有回 这一次哈瑞斯一拳正中头领的脸 成功报复了回来 恐怖分子们分头搜寻哈瑞斯 在黑暗的地下室货箱里再次交火 他们在隧道里发现了哈瑞斯 四周瞬间响起枪声 还有手榴弹的火光 哈瑞斯有极强的反侦察能力 躲过重重包围 从背后偷袭了头领 他受伤不清 捂着重弹的手臂警惕离开 正好碰上运送炸弹的洛马斯 他们决定空投到华盛顿上方 将炸弹转移到了一辆救护车上 信号干扰器在此时关闭了 哈瑞斯毫不犹豫打电话给高层 将洛马斯叛变的阴谋全数告知 一个恐怖分子发现了他 还没开始喊人就被哈瑞斯捂住了嘴 随后他躲在暗处 用机关枪反杀了几个恐怖分子 双拳难敌四手 疲惫的哈瑞斯用尽力气继续和敌人搏斗 用手铐烤住最后一个人后 捡起一把手枪缓慢进到了飞机里 机舱空无一人 他大喊洛马斯的名字 劝他回头不要为了钱送你 这时洛马斯的上级发来通知 计划失败了 哈瑞斯刚刚的电话奏效了 FBI已经安排总统撤离 炸弹也将请专人来拆解 哈瑞斯等到了援军 警察将洛马斯逮捕 他坐在飞机上 删掉了洛马斯手机里阿明的视频 这就是做男人的差别 这边拉马特独自一人 闯到卡大佐的旧化工厂大杀四方 而作为硬汉代表的史泰龙和斯坦森 却被一个女人压得喘不过气 作为走私武器的组织头目 拉马特此次行动 就是为了从卡大佐这里 拿到之前将军偷走的核弹头 男儿本色显露无遗 而史泰龙和斯坦森全程被女人压制 被骂得狗血淋头 两个失忆的男人来到酒吧碰面 他们是有事而来 原来象征着史泰龙特色的戒指 被他在昨晚打架时弄丢 很明显捡到戒指的人不想归还 那么作为老牌硬汉 他们俩就只能讲道理了 于是一场拳拳倒肉的讲道理辩论赛在酒吧展开 双方你来我往 回合至游戏打得如火如荼 而坏消息则是 不好意思 没有你的回合 于是在大道理的打击下 那枚戒指成功回到史泰龙手中 拿到戒指 二人结伴回到敢死队的新基地 见到了专门研究重型武器的专家贡男 以及热爱爆破拆迁的罗德 其中还有一名星员 是为了凸显政治正确而加上的亚裔演员加兰 同时他的身份也是第三部中 成员加尔哥的儿子 这次敢死队接到了中央发布的特殊任务 任务和拉马特一样是去救化工厂 不过他们是去阻止拉马特拿到核弹头 原本他们信心十足 小队一出谁敢争锋 可是敢死队刚到化工厂附近 现实就给他们狠狠一巴掌 还没到化工厂领空 整个飞机就遭受到了恐怖组织的导弹袭击 情急之下 使泰龙急忙释放热诱弹 在烟雾和混乱中 将其他队员安稳地放置到地面上 作为队伍中的千里眼 供纳化身狙击手 很快在一处绝佳位置发现了目标 只不过随着拍摄进度的拉长 供纳也到了代老花镜的年纪 这部 他逞强之下一枪射歪 直接击碎了目标身旁的玻璃 而就在他代老花镜的时候 目标已经急忙冲上车离开现场 这也印证了这些传奇硬汉 如今已经迈入暮年 当时让人闻风丧胆的赶死队 如今已经力不从心 最后 还是供纳拼着要拉一人下地狱的想法 成功击爆了附近的一个油桶 巨大的爆炸声掀翻了其中一辆车 这也揭开了赶死队和恐怖组织之间的激烈火拼 两方人马在旧化工厂间展开激烈的追逐站 枪声在车辆上不绝于耳 每一方都有着重型火器的压制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 有着重型武器的赶死队逐渐占据上风 一辆一辆 小队不断消灭着恐怖组织的车辆 并在史泰龙的飞机掩护下 成功逼得拉马特铤而走险 而在对战中 史泰龙驾驶的飞机不慎被重型火器击中 瞬间一侧机一燃起大火 而秉着趁你并要你命的原则 拉马特直接再次举枪 成功击落史泰龙驾驶的飞机 看着飞机坠向地面 斯坦森不顾一切地想要救出老搭档 而他看到的 却是在残骸中 那被烧焦的尸体 上面还戴着的纳枚 象征着史泰龙身份的戒指 于是 在这一场袭击中 其他几个队员 向着最初的赶死队英雄告别 而由于这次导致史泰龙意外身亡 斯坦森也被中央的负责人踢出了赶死队 至于斯坦森的位置 则由一名新人接替 看着接替自己位置的人 是一个性感火辣的美女 斯坦森皱着眉头直接追问 这是一个糟糕的笑话吗 而男人总要承担起家庭生活的重援 离开赶死队没有了工资 斯坦森就这样沦落成为一个下流胖子的保镖 尽管在落魄 但是身上流淌着绅士的血液 看着对方如此无耻 还喋喋不休地在自己面前找存在感 于是斯坦森决定效仿00后整顿职场 直接给了老板一个终身难忘的教训 四拳下去 直接把那猥琐的胖子打得头破血流 再次失业的斯坦森 找到新负责人吉娜 听闻对方想带着其他队员寻找拉马特 斯坦森也想参加 但是却遭到了吉娜的反对 于是一场真爱情动作片开始上演 一套丝滑的怀中爆妹杀 吉娜也不甘示弱 连接丝滑小连招 动作越打越暧昧 最后直接奉上墨尔本转盘 衔接一个爆摔加膝盖控制 双方越打火气越大 最后斯坦森直接一个熊爆 把吉娜摔到了床上 经过一晚上观众不爱看的激情戏过后 第二天斯坦森从床上醒来 发现吉娜早已经离开 好在他送给吉娜的匕首上 已经提前安装好了定位器 斯坦森发现了吉娜已经带着人离开 不过他并没有急着去追赶 反而一个人来到了泰国 他准备去寻找一名前特战部队的成员 名字叫做狄沙 可是人没找到 斯坦森就因为上传顺序的问题 和当地人起了肢体冲突 最后还是在交手的空档 被对方看到了史太龙的戒指 他才肯停手 而那个人也大方地承认 自己就是斯坦森要找的尼迪莎 而与此同时 吉娜小队已经乘坐飞机前往目的地 队伍中还添了一个心愿 是一名擅长使用鞭子的小妹妹 通过中央提供的情报 赶死队得知拉马特此时 劫持了泰国的一艘货船 根据猜测 他们会通过俄罗斯附近的海岸 来交易剩下的核燃料 而俄罗斯这头极地巨熊可不好惹 就算是美国也要小心翼翼进行任务 而此刻 中央也解释 就算发生特殊情况 国家也不会给他们帮助 也就是说在此时此刻 赶死队依靠的只能是他们自己 当晚吉娜小队带着成员来到货船上 经过仔细搜寻 他们发现船上空无一人 很明显这是一个陷阱 赶死队全员都被恐怖组织俘虏 几个成员脸上就像吃了狗答便一样难堪 而这次行动只有小队的成员知道 很明显 这是成员中出现了叛徒 其他成员也开始互相猜忌 而此时此刻 狄沙驾驶船载着斯坦森 逐渐靠近恐怖组织的邮轮 而他适应了普通人的生活 并不打算掺入到这趟浑水中 于是斯坦森一人爬上货轮 并依靠先进的定位仪器 确认了吉娜被关押的位置 而此时 拉马特已经得知斯坦森上传的消息 二人开始通过对讲机互喷 都发誓要把对方的脑浆捏爆 而放狠话容易 做起来却难 斯坦森这边只有自己一个人 他只能依靠重型火器和卓越的车机 来摆脱恐怖组织的狙击 最后更是化身空中飞人 可是还没等他装够 就被对方一发火箭弹炸飞了出去 敌人越来越多 眼看斯坦森孤立无援 此刻狄沙就像神兵天将一般 二人联手成功在恐怖组织的围剿中 杀出了一条血路 恐怖组织的人 根本对他们造不成伤害 而等到二人来到关押小队位置的牢房 却发现里面一个人都没有 原来 在不久前队员罗德 用富含糖分的尿 刺开了紧闭的排水阀 只能说这尿柱堪比高压水枪 最终 小队和二人成功会合 而吉纳也告知斯坦森 自己早就知道那匕首中装了跟踪器 也算是自己利用了它 而在货船上 小队也发现了那枚核弹头 根据计时器显示 还有27分钟 核弹头就会爆炸 而通过外面的涂装 货轮被伪装成了美国的船只 等到炸弹爆炸摧毁俄罗斯的海岸 相信距离第三次世界大战也不远了 于是小队开始制定破局计划 打算干掉拉马特 拿到控制器关闭核弹头 接下来 便是赶死队的收听 编妹让大家见识了 什么叫做出生牛毒不怕 而其他的老将也让观众明白 什么叫做宝刀未老 很快 在赶死队的冲锋下 恐怖组织的喽啰一个接一个的阵亡 而让赶死队想不到的是 此时那个没用的中央负责人 已经被拉马特挟持成为了人质 他要利用这个负责人 来交换一个被困在监狱中 异常重要的犯人 而此时 斯坦森则要求拉马特交出控制器 对方自然是不肯 于是二人在船舱上展开了激烈交锋 最后拉马特被斯坦森一斧子打得失去了战斗力 在疼痛的逼问下 拉马特说出实话 遥控器在他的老板手上 而此时 准备用负责人交换的犯人也到了现场 作为人质的负责人 却突然掏枪打死了两名负责押运的美国士兵 原来 这个负责人才是恐怖组织的头领 而这个罪犯 则是唯一一个知道负责人犯罪行为的人证 所以他才提出交换人质来杀人灭口 而根据负责人的计算 12分钟后 整艘船就会爆炸 就在负责人准备坐直升飞机离开时 一枚火箭弹直接击碎了飞机 负责人也被困在了邮轮上 而动手的正是斯坦森 这让负责人很是愤怒 一气之下 直接将遥控器扔进了大海 自己就算死 也不会让人破坏制定好的计划 既然阻止不了爆炸 那就提前引爆 经过商量 队员们准备乘坐救生艇离开 可是随着队员们一个个地踏上救生艇 最后留下的斯坦森却突然砍断了绳索 他要留下来阻止负责人的计划 只见他把船锚放下 在巨大的惯例作用下 货轮开始向反方向行驶 而负责人则让手下控制船长时 务必把货轮开到原定的行驶路线 接下来 斯坦森一人独占整个恐怖组织 无数的子弹擦着甲板冒出火花 可是即便斯坦森勇猛无敌 一枪一个小朋友 但是奈何恐怖组织人数太多 即便打空弹侠 依旧有成十上百的小喽啰在外围剿 难道他斯坦斯 此刻就要去见史太龙了吗 就在这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 一枚火箭弹瞬间带走了几名喽啰的性命 紧接着是第二发 第三发 在巨大炮弹的轰炸下 整个恐怖组织 就剩下了负责人一人还站着 负责人见大势一去 提出要和斯坦森单挑 可是等到对方来到甲板时 那老不死的居然想要搞偷袭 拿出手枪就要解决了斯坦森 好在这时 一辆飞机从背后升起 高速机枪旋转 负责人瞬间就被打成了肉末 而驾驶飞机的不是别人 正是早就死去的史泰龙 原来当初那场爆炸 带戒指的尸体并不是他本人 而他假死 为的就是开启绝密档案 从而引出负责人 让他承认自己就是恐怖组织的幕后老板 解释完自己假死的原因 史泰龙直接一发炮弹把货轮打成两节 船只沉入海底 之后一声巨大的轰鸣响起 核弹爆炸产生的气浪先动海面 形成巨大浪花 而一场关乎世界安全的危机 也在浪花落下后归于虚无 攻城身退的二人 成功和队员会合 而敢死队这一个优秀的动作影片 至此也落下了帷幕 或许对于动作巅峰的系列电影 此刻退场才是最好的结局 俄罗斯最尖端的核潜艇 可以做到绕地球行驶一拳 还不被任何国家发现 就在船员们准备返航时 忽然发现就在不远处 有一艘美国核潜艇正在靠近 舰长最初以为这是碰巧相遇 不料对方忽然急速驶来 而且声纳检测到对方发射了鱼雷 潜艇里的人顿时如临大敌 急忙打开武器系统 直接发射鱼雷准备对轰 但当雷达显示 敌方鱼雷已经与潜艇接触时 潜艇却毫无受机反应 而敌方潜艇突然也消失了 舰长后知后觉地意识到 或许是设备故障导致了误判 于是准备中止武器发射进程 想不到控制按钮突然失灵 他们发射的鱼雷开始失控 更令人害怕的是 雷达显示鱼雷锁定了他们 现在一切的努力都是徒劳 鱼雷很快击中潜艇 海底瞬间出现巨大的爆炸 潜艇中的人全部葬身海底 这件事被俄罗斯军方瞒了下来 但引起这次事故的源头 却越发活跃 那是一个产生自主意识的AI系统 名叫智体 原本它因为超强的计算能力 而被誉为俄罗斯的秘密武器 但它产生意识后 主导了潜艇的沉默 随后又如同病毒一般 入侵了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 在美国的高层会议上 他们能得到的唯一有关智体的信息 就是一把一分为二的钥匙 只有合体钥匙才能停止智体 中情局老大基特却在此事提出 或许钥匙就是掌控智体的关键 现在的状态下 拥有智体就等于拥有了世界 现在全世界都在争抢钥匙 因为不止基特意识到了这点 而阿汤哥的老朋友伊尔莎 正巧拥有钥匙中的一把 基特已经命人去抢夺钥匙了 接受命令的人正是阿汤哥 此时基特的副手突然拿出防毒面具 自己戴上在地给基特 基特看了副手一眼 连忙把面具戴上 紧接着副手便扔出一枚毒气弹 没戴面具的人很快就晕了过去 等室内迷要散去 副手揭开面具 竟然就是结束任务回来的阿汤哥 在他出任务时 发现还有其他人想要伊尔莎的命 于是他帮助伊尔莎解决了别人 在伪装出伊尔莎已死的现场 以此促成高层会议 他想搞明白那个钥匙是什么 又是谁想要伊尔莎的命 基特向他解释 原本伊尔莎也是被他雇佣 但当伊尔莎拿到钥匙后 就脱离了他的掌控 他必须抢回钥匙 这才让阿汤哥出手摆平 阿汤哥此时表示 他会找到钥匙并毁掉 这么强大的智能武器 他不会交到任何人手里 基特还想劝他 毕竟摧毁质体 就等于向全世界开战 阿汤哥懒得多说 直接开枪射出一针麻醉剂 然后易容成基特 美国高层很快反应过来 派出了国际警察 在全球范围内追捕阿汤哥 而阿汤哥也没闲着 他很快找到其余两个同伴 决定即刻开始寻找另一把钥匙 他们先是匿名联系好买家 然后准备好测试钥匙的工具 这样阿汤哥就可以顺着买家 找到另半个钥匙 并且从买家那里得到智体的信息 而交易将在买家飞机中转时进行 此时国际警察也掌握了他的动向 全都一身便装地来到机场 这一切都在阿汤哥的掌握中 老黑是顶尖黑客 早已黑进国际警察的监控网里 而老白则是最优秀的指挥官 三人通力配合 很快就让国际刑警吃了大亏 阿汤哥也在人群中找到了半边钥匙 但他却发现钥匙被偷了 只能转身跟上小偷 此时老白突然感到了不对 他意识到刚才系统警告的行李 或许真的是个炸弹 于是他独自赶往了托运处 而阿汤哥则是直接对上小偷 并且提出让小偷格雷斯配合他们 只要格雷斯帮他们找到买家 他能给格雷斯提供双倍的报酬 格雷斯似乎答应了下来 但其实他留给阿汤哥的是把假钥匙 而阿汤哥也打定主意将错就错 此时的老白也找到了异常包裹 打开一看竟然真有一个炸弹 这还是个能炸飞机场的核弹 老白刚把它拿出来 核弹上立马就开始了倒计时 而当老白拆开它的外壳 里面竟然弹出了一个密码转盘 紧接着显示出了一个个的问题 一边把这个突发情况同步给阿汤哥 阿汤哥只能抓紧时间找到买家 可当二人到达买家定位时 却发现买家早已被人暗杀 而此时的国际刑警也发现了不对 于是开始地毯时搜索阿汤哥 阿汤哥只能带着格雷斯东东西藏 这时老白那边开启了核弹 结果里面什么都没有 阿汤哥也因此有了瞬间的松心 当他回过神来 格雷斯早已带着钥匙逃走了 就在阿汤哥准备追击时 却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那是杀害他妻子的仇人 可摘掉眼镜却又看不到了 这时阿汤哥明白过来 这都是那个杀妻仇人盖尔的计划 是他与智体合作策划了这一切 但阿汤哥此时被刑警发现 开始在航站楼拔足狂奔 而格雷斯已经成功登机 于是他立刻让老黑老白撤离 自己也很快脱离了刑警追踪 格雷斯一下飞机就被警方带走 当地警方接到美国通缉 因此直接扣押了他 想不到阿汤哥直接扮成律师 试图救走格雷斯 这时国际刑警也打了过来 阿汤哥急忙带着格雷斯离开 但格雷斯并不领情 前脚脱困 后脚就装作被阿汤哥飞离 借路人的阻拦逃出升天 紧接着抢走了一辆警车 阿汤哥眼见晚来一步 也只能跨上了警用摩托 阿汤哥一路上都试图解释 可格雷斯并不愿听 然后打横窜出一辆车 直接撞飞了格雷斯的车 来人竟然是盖尔手下 盖尔此时已经把警长灭了口 就在他们准备逮住格雷斯时 阿汤哥及时出现英雄救美 此时刑警也赶到了现场 双方当即开始火拼 阿汤哥也警惕地先靠住了格雷斯 两人趁机一起跑路 盖尔手下帕利是个十足的疯子 不管什么路况 都紧紧咬住二人 哪怕中途二人换了辆车 也无法甩掉帕利 罗马警方也对他们展开了抓捕 这时阿汤哥开始了极限操作 一手倒车绝技开到了铁轨上 格雷斯更是不讲伍德的自己逃走 把阿汤哥锁在了车上 这时隧道里响起了鸣笛声 还好阿汤哥及时卸下了方向盘 这才逃过一劫 当晚阿汤哥和伊尔莎来到了酒会 那是格雷斯透露过的交易地点 而钥匙的买家 竟然是阿汤哥的熟人白寡妇 他买入钥匙只是为了一份保障 可格雷斯不相信任何人 于是下飞机时就把钥匙藏了起来 盖尔对此毫不意外 肢体早已告诉他 通过计算他最终会拿到钥匙 盖尔离开后 三人趁机也逃了出来 但格雷斯却不愿与阿汤哥一道 即使阿汤哥又一次把他救下 他依然找准机会就独自溜了 阿汤哥只能让老白协助 一路追寻格雷斯 不料就在即将追上的时候 老黑的联络终端被智体攻占 他诱导阿汤哥跑向了更远的地方 此时盖尔出现在了格雷斯面前 阿汤哥则是在胡同里 遇见了帕利和另一个大手 双方在狭窄的胡同里搏斗 盖尔的手下明显不如阿汤哥 很快就被双双放倒 但阿汤哥最终还是放过了帕利 此时他也意识到了不对 赶紧朝原先的方向跑去 格雷斯那边就没这么好运了 他很快就被盖尔放倒 眼看就要给他致命一击的时候 伊尔莎及时赶到 他抽出兵刀和盖尔打了起来 但显然他也不是盖尔的对手 最终被盖尔一刀刺入心脏 阿汤哥终究还是来晚一步 伊尔莎用自己换了格雷斯的命 这一切终于让格雷斯看清 到底谁才是可信的人 他不断地道歉 但如今只能尽量帮阿汤哥的忙 才能减轻心中的愧疚 在阿汤哥的大后方 大家甚至来不及悲痛 便赶紧邀请格雷斯的加入 格雷斯在了解了事情始末后 毅然决然地加入了这支反叛队伍 紧接着他们开始策划接下来的行动 白寡妇将在明天约见另一个买家 原本计划由阿汤哥和格雷斯完成 两人一容上车完成交易 可就在即将出发的时候 制作面具的机器却掉了链子 这样就只能由格雷斯独自完成 阿汤哥接应断后 天亮后帕利已经准备好了 他手脚麻利地潜入火车 三下五除二地解决了列车员 再从行李箱中放出了盖尔 盖尔直接掰断了火车的制停装置 而此时的阿汤哥正在一路追着火车 他们原本计划在火车弯道减速时 由阿汤哥趁势登上火车 可由于盖尔动的手脚 阿汤哥错失了这个机会 老白只能临时规划另一条路线 这可就让格雷斯犯了难 他顺利地放倒了白寡妇 但在见交易对象时差点漏险 想不到买家竟是基特 他本想和白寡妇套套进屋 却不料差点吓死了格雷斯 交易正在谈判时 帕利闯入了美国药员的车间 药员甚至想说服盖尔 他要加入质体征服世界的计划 但盖尔废话不说 直接给了这个贪婪的药员一刀 紧接着对帕利动起了手 只因为在质体的计算中 帕利最终会背叛他 而此时的阿汤哥终于找好了位置 他驾车从山崖一跃而下 再在半空中打开了降落伞 而格雷斯那边也完成了交易 就在他离开的瞬间 白寡妇走了出来 基特也意识到钥匙被偷 就在格雷斯正准备叫停火车时 白寡妇的手下赶了过来 他们毕竟手里有枪 格雷斯一时十分被动 关键时刻阿汤哥破窗而入 及时救下了格雷斯 但要是却被盖尔揣进了兜里 阿汤哥一路追到火车顶 双方在车顶展开了殊死搏斗 最终还是盖尔略逊一筹 被阿汤哥置在身下 此时两个刑警恰好赶到 盖尔见状安排好车 直接从火车上跳了下来 阿汤哥劝说两人听他解释 并且照他的推测 前面大概率埋了炸弹 现在当务之急是疏散车上的游客 两人犹豫再三还是决定相信他 转头回车上把游客都赶到车尾 而阿汤哥则偷到了钥匙 而如今情况 只能想办法让车头脱离火箱 这样才能让车停下 于是两人开启了一系列的高危动作 果然前方陆续出现了爆炸 火车却因为惯性 头几节都挂在了半空 两人差点没能回到车厢 关键时刻帕利救了他们 并且告诉阿汤哥 关于钥匙的一些信息 但过于零碎 阿汤哥也没能搞懂什么意思 一切尘埃落定时 阿汤哥却发现降落伞只有一人份 那就只能抛下格雷斯 两人依依不舍地对视一眼 阿汤哥终于带着钥匙回到了地面 这个五秒就能换完尿布的全脂奶爸 表面上是性格随和的老好人 在结婚纪念日的时候 被捣乱的小混混泼了一脸果汁 都不敢反抗 然而实际上 单是隐匿江湖的顶级杀手 18岁就参军还进入了特种部队 在和能干的妻子结婚后 就定居在了郊区 从此不问世事 然而就在他某次带娃逛超市的时候 一丝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 正要给小儿子买冰淇淋 一个大汉突然飞扑过来要给他一拳 幸好丹眼疾手快 刺客的拳头落到了玻璃门上 紧接着又是一把飞刀袭来 丹只能献计刚买的纸尿布 和刺客在超市搏斗了起来 小儿子差点就被爸爸摔在了地上 还没心没肺的大笑 丹见他们还不罢休 商量到要不先让自己把孩子放下来在那 刺客直接一脚踢过来 丹只能徒手和他过招 眼看刺客越来越过分 对刚出生的婴儿都敢下狠手 丹终于不再隐藏实力 三两下就将刺客揍到了超市货架里 附近来买菜的邻居们都看待了 丹还非常有礼貌地和他们打招呼 然后他重新拿起了纸尿布 轻松地在众人的注视中买丹 丹一路开车狂飙回家 用小刀划破了家里的墙 找到了暗格的按钮 拿出了曾经作为杀手的装备 还有大量的美金 丹打电话给了自己的线人 请求他快速伪造自己一家五口的身份 现在仇家迈克已经找上了门 丹要是还想继续平静地生活下去 必须得带着一家老小丹家 到拉斯维加斯避难 丹绿先去找了高三的女儿 不找不知道 一找下一条 女儿背着他们偷偷辞掉了编辑的工作 在运动场组织了另一个 研究传播学的社团 儿子更离谱 跑到了同学家的仓库 开启了游戏直播 还骗丹和妻子自己 每周都去国际象棋俱乐部 女儿妮娜带着丹找到了儿子 自己则幸灾乐祸在旁边看戏 丹现在有了儿女们的把柄 威胁他们现在要去找妈妈 并且表现出全家要去拉斯维加斯的兴奋 丹用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 开始说服妻子 妻子被这个惊喜砸得一脸猛逼 事实上每年的结婚纪念日 他们都会去游乐园坐旋转飞车 妻子已经腻了 但旅游的计划实在太过突然 他还想要好好筹备一下 结果丹说一切准备就绪 一家五口人顺利坐上了车 从后视镜中 丹已经发现了跟踪他的仇家们 他只能一边飙车甩掉讨厌鬼们 一边用谎言安抚家人们 丹开到了一个车库 用起重机升起了车 和妻子们说要换车油 实际则是拿掉了监控器 不仅如此 他借口要让大家摆脱科技的束缚 强行夺走了全部的手机 在一家老小的震惊中 然后用力抛进了海里 这样仇家们就不能定位他们的信号 妻子提出了一个致命问题 没了手机 他们该怎么到达目的地 丹直接严路找了一家旅行社 掏出了他的至尊VAP黑卡 于是他们顺利开始了这次旅行 严路到达芝加哥的时候 几人稍作休息 丹在厕所里练习和妻子坦白的话说 这是儿子的游戏粉丝 认出了他是网络上的大主播 要求和他合影 丹回来时正好看见这一幕 心知大事不妙 果然粉丝将合照发布到网络上后 刺客组织迅速闻风而来 丹调大家人们耳机里的音量后 踩下油门 沿着高速公路和刺客们上演速度与激情 一群摩托车机车党想要敲碎他们的车窗 被丹用小儿子的奶瓶抱头解决 外面的纷争完全影响不到车里的宁静 丹甩掉了全部刺客后 妻子匆匆惊醒 丹解释到只是遇到了一个小坑 妻子并未发现什么端倪 又是飙了一晚的车 等家人们睡醒后 居然发现已经到了爱福瓦 女儿一直梦想的大学就在附近 可惜妻子一直不同意 更希望她能申报本地加利福尼亚大学 丹决定带着一家人来参观这所大学 妻子不明白丹为什么转变心意 因为在此之前 丹和他一样反对女儿报考这么远的学校 恰好这天是校庆 学校里到处都很热闹 一个男孩喊住了妻子 问他要不要挑战倒立喝啤酒 结果一转身他还抱着娃 男孩瞬间有点尴尬 妻子直接大手一挥 将娃交给了女儿 在众人的欢呼中挑战成功 女儿觉得自己的妈妈帅爆了 事实上妻子曾经是国家跳高运动员 只是后来膝盖韧带锻炼 这才不得不结束运动员生涯 丹没想到仇家们能这么快就追上来 和刺客在实验室打了起来 一门之隔的妻子和儿女们 正在听导游讲解 丹将实验室破坏干净后 又故作轻松地回到妻子身边 一切看上去都很完美 女儿这时去找了自己的网恋男友 原来她一直想考这所大学的原因 就是不想和男友异地 甚至放弃了自己的编辑梦想 转而去学传播学 只是女儿没想到 竟然正好撞上了出轨现场 她伤心地回到车里 老父亲单轻声细语地安慰 在女儿委屈时 突然恶魔低语 悄悄教了她一个报复渣男的办法 能让人感到极度疼痛 却又不会造成什么永久伤害 女儿当即回去找渣男 上来就是一套组合拳 还拍下了渣男最痛苦的图片 瞬间神清气爽 但后来重新问了女儿 是否还要继续做一个记者编辑 女儿沉默了 丹表示她很有天赋 不管她怎么选择 作为家人 丹和妻子都会非常支持她 丹又带着一家人继续上路了 这次他们来到了一座旅馆 能够进行短暂的休息 丹决定和儿子也谈谈性 儿子更倾向于做一个游戏主播 丹问他为什么不向父母坦白 儿子解释是因为不敢 父母总是觉得他打游戏是在浪费时间 但他喜欢做网络主播 有千万的粉丝支持他 不像在现实中 太过于腼腆 丹和儿子于是约定了一场游戏比赛 如果儿子赢了 就能继续玩游戏 输了就听父母的 可惜儿子根本不知道 老父亲是个国家特工 这种程度根本难不倒他 三枪定胜负 儿子通过自己的实操经验 很快反击回去 但在第三枪的时候 还是被老父亲偷袭 输了比赛 不过丹还是答应了儿子 让他继续玩游戏 因为他看到了儿子的热爱和享受 面包车终于来到了拉斯维加斯 丹定下了高级餐厅 暗中找线人拿到了武器 和妻子单独去了约会 叮嘱孩子们待在家里 结果丹前脚刚走 孩子们后脚就去了电玩城 正巧附近有一场电竞比赛 儿子欣然报名参加 还拿到了冠军 等丹和妻子玩了一圈回酒店后 仇家也终于动手了 丹站在落地窗前 一个红点落在他身下 下一秒玻璃接连被打碎 一排子弹对丹进行人体描边 仇家直接绑架了妻子威胁丹 丹没办法只能放下武器 反手扔了一把小刀插死了刺客 妻子惊恐不已 丹想要解释 但妻子根本不想听 连忙出门去找孩子们 此前丹一直都在思考该怎么解释 现在不用解释了 他们陷入了无穷无尽的追杀中 丹提前赶到了电竞比赛现场 匆忙拉走了还在领奖台上的儿子 女儿不解 丹说因为他的前同事想要杀了他 他以前的身份就是个秘密杀手 女儿听了哈哈大笑 直到背后响起枪声 这一家人终于意识到不对劲 甚至眼睁睁目睹了 一向老是本分的爸爸 亲手杀了一个追杀者 枪击扰乱了四周的人群 丹带着一家人趁乱逃走 之后在酒店向妻子坦白了一切 包括他的身份和仇家 在当特种兵杀手的时候 丹干掉了不少腐败分子的大官 还有违法犯罪的恶毒 现在迎来报复并不稀奇 而女儿们都惊呆了 询问丹他们之后该怎么办 丹给美人发了一本护照 上面是他们的新身份 但大家都不想接受 他们非常排斥丹的欺骗 还一骗就骗了18年 而且丹的本名还不叫丹 叫做肖恩 第二天妻子就带着所有人离开了丹 尽管丹说这样并不安全 妻子仍然固执己见 联系了一个新的旅游公司 结果刚上飞机就被绑架了 丹只能被迫接听 曾经上司迈克的电话 束手就擒等着审判 他带着手铐来到了 拉斯维加斯的最顶层 开口对迈克叫了一声爸爸 旁边的儿子都惊呆了 没想到最终Boss竟然是自己爷爷 女儿也很震惊 因为从丹描述中 他服务的上司是个十恶不赦的坏蛋 只有妻子一脸淡定 丹直接问迈克到底想要做什么 爷爷说要他继续回来做杀手卖命 丹不答应 爷爷派手下拿枪对准了妻子 丹没有选择 为了家人们的安全只能屈服 妻子带着孩子们离开了 不过他们并没有放弃丹 妻子在下楼梯时 趁着给小儿子换尿布 直接干翻了保安 一巴掌把他推到了楼下 然后他捡起地上的枪 重新回到了顶层 丹同时也在自救 等妻子赶过来时 他已经完全控制了这一楼层 此时迈克又重新带人包围了拐 丹让家人们躲到了顶层 并用无人机提示他敌人的位置 丹在楼梯里装了炸弹 解决掉一部分人之后 他和迈克的手下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枪战 顶级杀手的预判 加上儿子视野的助攻 让丹简直如有神助 一步步干掉了所有的人 来到了迈克面前 与此同时 天台的妻子也和女杀手进行殊死搏斗 女杀手曾经暗恋着丹 对妻子非常不满 他一直挑衅着妻子 觉得对方根本不可能打败他 可惜大意了就很容易翻车 妻子跳高虽然失败了 但他投标非常准 直接命中了女杀手的心脏 几人匆匆赶到丹和迈克的决斗现场 爷爷已经拿枪对准了爸爸的脑袋 女儿开始劝说爷爷 放弃这种冷血的想法 爷爷不屑一顾 觉得小女孩太过天真 但其实女儿只是给丹争取时间 就在迈克转头的一瞬间 丹捡起了地上的钢管 敲晕了迈克 这一切终于解决了 警察将这个主导了无数刺杀的犯罪组织绳之以法 丹一家人总算过上了正常的生活 你见过这么嚣张的罪犯吗 男人因为发起恐怖袭击被捕 而假释官不批准他的假释申请 他就让黑警干掉了所有假释官 还用广播发出通知 告诉犯人要么跑路 要么跟着他混 还通过电台联系赶来的警官 让他们释放自己的同伙 不然他就引爆城市里的炸弹 同一时间 丹彪的手下也进入监狱 他们控制了监狱的总控台 然后在各个要道放好了炸弹 只等他一声令响 监狱所有牢门和大门都被炸开 犯人们在监狱里为所欲为 丹彪还谎称手里有大量人质 让警方派直升机来接他 并且不断以此向警方施压 赶来的警察将监狱围成了铁头 也抓了不少趁机逃跑的犯人 但警官为了保证人质安全 只能暂时按兵不动 同时尽量满足丧彪的需求 就在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 警官却接到了一个神秘人的电话 老文让警方不要听同丧彪的要求 他在狱中没有看到一个人质 丧彪很有可能骗了警方 当警官询问老文身份的时候 他却只说出了自己的代号 老文其实是一个退休特工 儿子青春期盼逆离家出走 老文只能委托侦探调查 他半夜收到侦探的通知 儿子因为交友不慎 和朋友联手盗窃还枪杀警官 已经被关进了监狱 老文天一亮就赶到了监狱 可他刚到监狱就觉得不对劲 安检出的两个警官都叫史密斯 老文也没多想 直接去见老儿子 他想动用一些人脉把小文捞出来 但小文却并不待见老文 他一直记恨老文忙于工作 却从不告知家人 自己在做些什么 甚至连小文妈妈去世时 老文都没能及时赶到 对于这件事老文也十分遗憾 但怎么解释也说服不了小文 他知道儿子对自己的怨恨很深 只能失落地离开会面时 转身去厕所洗了把脸 怎料厕所里被丧彪手下放了炸弹 爆炸时老文肩膀受了伤 等他恢复意识的时候 殊不知监狱已经被丧彪占领了 老文出门找到穿着制服的人 想让对方带他去医院 可他注意到 对方名牌上竟然也是史密斯 于是老文一边跟着狱警走 一边试探狱警的口风 狱警似乎也发现了老文的不对劲 准备在这里把老文灭口 多年搏杀的经验 让老文成功躲开了假狱警的攻击 紧接着赤手空拳地放倒了假狱警 并且拿走了他身上的装备 通过丧彪的广播 老文知道了监狱中正在发生什么 于是他决定先和警方取得联系 得知儿子并未逃离监狱后 老文决定要亲自救出儿子 打完电话老文就看到了两个喽啰 他们互相打趣着准备轮流上厕所 老文眼急手快地上前解决一个 顺便拿走了喽啰身上的枪 当另一个喽啰开门时 直接一枪送他见了上帝 此时的小文正和同伴们一起 他们找到丧彪要投靠他 丧彪给新人们画笔 讲述着他们事业的伟大 小文的同伴急不可耐地想要投诚 可还没说两句话 就被丧彪抹了脖子 丧彪习惯用这种手段威慑手下 犯人们也被此举下得不敢多说 当丧彪询问军火库在哪时 小文为了保护同伴举了手 丧彪让手下金牙跟着犯人一起去 犯人们在军火库里武装起自己 但小文却在一旁动也没动 当金牙拿枪给他时 小文却说 自己就是因为这个进来的 所以不想拿枪 但金牙笑着却威胁他 为了活命 小文还是接过了那把枪 而此时的老文也来到了军火库附近 他几枪打死一个喽啰 随即放下打空子弹的枪 飞快靠近另一个喽啰 三下五除二地解决了他 在拐角处 老文发现了小文和一众罪犯 小文这时也发现了他 父子之间的默契让小文没有开枪 转而找借口躲进了一旁的房间 紧接着老文将犯人吸引过来 然后扔出烟雾弹 多年的战斗经验 让老文在烟雾里犹如鬼魅 很快就杀了两人 但却跑了个小胖 此时的小文跟着其他人回到控制室 他向丧彪提出了自己的困惑 这个傻小子以为 丧彪威胁外场警察时 那说明他没有杀害一个人质 丧彪也乐得忽悠小文 他一边让其他人散开清场 一边独独留下小文 跟他说了许多人生大道理 小文瞬间把丧彪当成了人生导师 于是当幸存的小胖告诉丧彪 有人潜入监狱杀他们的人时 小文没帮亲爹打一句掩护 丧彪圣怒之下召集了所有人 他怒骂老文就是闯进鸡窝的蛇 在场的人想要自由 就必须先解决掉老文 丧彪拿出一百万的价码悬赏老文 犯人们听得跃跃欲试 很快就四散开准备围剿老文 此时的老文正在角落和警方通话 外场警官查到了他的身份 因此委托老文查明人质情况 于是老文偷偷摸到了餐厅后厨 果然在厨物室找到了一堆尸体 在他关门的瞬间 有个黑影从他身后经过 老文浑然不觉地打给警官 告知了人质的情况 结果刚放下手机 转身就被黑哥一拳揍飞 老文只能赶紧握住散落的小刀 紧接着黑哥像拎小鸡仔一样 把老文拎到面前 老文用小刀疯狂攻击 但对黑哥而言全都不痛不痒 黑哥得意地把老文扔到一边 却没注意到地上还有一把枪 老文拿着枪反身连射 黑哥直接拼着一口气想捅死老文 但最终刀尖也没能碰到他 此时的丧彪用私人电话联系警官 警官还以为是老文来电 张口就是老文的名字 丧彪很快就猜出了那是老文 也知道自己的谎言被拆穿了 但他也从警官的话语里猜出 警官来不及把狱内情况上报 这样直升机还会及时来接他 警官怕老文独自行动会搞砸 只能承认了丧彪的猜测 另一边独自行动的小文遇上了老文 小文听信了丧彪的话 认为是老文在狱中大开杀戒 老文努力解释 想要小文跟他一起离开监狱 小文是一点听不进去 父子俩在走廊里大吵出声 小文不管不顾的输出也惹恼了老文 直到老文提及小文母亲时 小文彻底绷不住了 冲着老文的腿就是一枪 并且警告老文 让他赶紧离开监狱 老文对儿子到底还是满心愧疚 他也不再多说 独自拖着伤腿来到厕所 用酒勉强缓解一下疼痛 紧接着拿出随身小刀 划开伤口取出了弹片 最后用纱布好好包扎 处理完一切时 老文顺走的黑歌通讯器有了动静 老文听出了丧彪的声音 于是用对讲机询问丧彪的目的 而丧彪也坦诚地说 自己曾经也是警员 只因做了上层的替罪羊丢了饭碗 他觉得官场烂透了 所以要玩一场大的 好让警方重新洗牌 看丧彪软硬不吃 劝说无果的老文结束了对话 紧接着老文又联系到警方 他得知几分钟后就有飞机来接丧彪 并且特警已经逐渐渗透现场 等到包围圈成型 狱中所有持枪的人 都会被当作丧彪手下消灭 老文担心儿子会被误杀 于是告诉警官 自己的儿子混进了丧彪队伍 能不能放他一马 但警官并不认识小文 只能拒绝了他的请求 老文挂断电话 决心拼死也要救出儿子 撑着一条重伤的腿又走出了厕所 当他路过仓库的时候 发现了一对敌人 他已在墙边 查看了手枪里剩余的子弹 剩余的子弹不多了 为了更好地引出敌人 老文探出身子开了一枪 吸引了众多敌方火力 紧接着用拉扯的方式 不断地消耗掉敌人 最后及时出动击毙一人 然后前进仓库 趁人查看时再杀一人 再是第三个第四个 就在老黑以为自己清场之后 小头目金牙却咧着大嘴出现了 他欣赏老文的身手 于是提出要和老文决斗 金牙主动放下枪斜 让老文先动手 但身负重伤的老文 哪是金牙的对手 所有攻击在金牙面前仿佛挠痒 老文又踢又踹还抠眼珠子 都没能对金牙造成伤害 反而金牙一个头锤就干翻了老文 这时主角光环发挥了作用 金牙没有急着杀了老文 却开始侃侃而谈自己的经历 老文趁机寻找破绽 抱起一击扑到金牙后 把金牙按在地上一顿揍 最后用一掌拍碎了金牙脖子 看来反派死于话多是有道理的 另一边的丧彪接到警官电话 直升机即将到场 于是丧彪让小文放下武器跟他走 两人上了天台 小文问丧彪 为什么不管同伴的死活 丧彪却直接拔枪指向小文 他问小文到底怎么想 老文和他又是什么关系 小文就像个地主家的傻儿子 告诉丧彪老文是他的父亲 他们父子俩还积怨已久 于是丧彪直接把枪给了小文 让他在老文赶来时 亲手结果自己的父亲 丧彪还在努力给小文洗脑 小文拿枪对准丧彪 最终却也没能扣下扳机 这下丧彪完全把小文当成了自己人 同时拿走了小文手里的枪 此时老文正好举枪赶到 他招呼小文过来 丧彪却直接放倒了老文 这下的小文不傻了 冲上前抱起老文想要查看伤势 老文却抓着他的手 让他帮着举枪对准丧彪 丧彪音声倒地却并不反击 他像没事人一样站起 然后走向直升机 临走还向老文父子进了个礼 丧彪一把抓住直升机的梯子 随着飞机升高最终在梯子上断了气 这时的小文倒是知道心疼父亲 满脸都是悔恨的眼泪 看着离开的丧彪 他转身紧紧抱住老文 父子俩搀扶着走出了监狱 横顿在两人之间的尖兵 终于在此刻逐渐化解 尖兰